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先关心在这个前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案子 现在后续的发展 现在看到呢就是 外界正在观望在乔治亚州的当局 是不是就大选争议案会起诉川普 不过川普不管你起不起诉 他事先放话了就是绝不接受任何认罪协议 乔治亚州在Falton County的检察官 已经通知最少两名证人 在这个礼拜要出席大陪审团的聆讯 那么就在2020年大选争议案来出庭作证 外界就在观望当局是不是会行事起诉前总统川普 现在已经有三宗官司缠身的川普在消息传出之后 就表明他是永远不会接受任何的认罪协议 根据已经知道的调查结果 川普在当年曾经致电乔治亚州共和党籍的州务卿 这个是拉芬斯伯格要求对方寻找万余章的选票 从而让自己可以赢得选票 川普在这个礼拜出席竞选活动 那么他就表示就是根本没做过这个事情 他是绝不认罪的 坚称那只是普通的电话通话 外界则相信大陪审团这次传召证人出庭 意味着调查已经接近尾声 早前也有报道说 乔治亚州最少有八名的虚假选举人 已经和控方达成豁免起诉协议 可能也会在这一个案子当中会担任的是污点证人 川普之外卸任总统拜登也不轻松 拜登受到儿子Hunter的牵连 现在这个Hunter的丑闻已经影响到拜登的连任了 在美国司法部委任特别检察官 调查总统拜登的儿子Hunter 他涉嫌贪腐罪 前副总统彭斯则对此表示 希望特检能够无所畏惧不偏不已彻查案件 民主党内也正在考虑 就是争夺总统提名的对手 对他们说呢就是事件的损害 已经造成在拜登形象方面的波及 所以呢在现在Hunter的丑闻 现在拜登连任的话 现在已经是他的绊脚石扯后腿了 那么可以看到呢 就是在民主党这边 考虑是否角逐的众议员菲利普斯 说他个人是很尊重拜登 相信拜登没有贪腐 但是Hunter的丑闻已经打击到总统形象 所以他希望总统拜登来个退位让贤吧 而来自密尼索大的菲利普斯表示 希望国家的下一任领袖立场是温和的 理想情况下来自政党需要争取的中西部州的 这一些地区的选票 好接着我们再看到的是关于在现在的经济方面 目前在房地产或者说房贷市场 因为高房贷利率 所以呢让许多的无壳瓜牛 想要成为有潮市这种置业的 就是置房产的美梦 这一个梦是比较困难达成了 那么在现在住房市场当中啊 许多新入场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要和婴儿潮世代的卖主来竞争 没这个能力 而也要面临高利率的房子的贷款和房价 这些因素都让第一次买房子的这些购物者 他们的年龄现在已经往上攀到36岁了 不再是20出头就可以有能力 努力个三五年 这个25六岁28岁我就可以买房子了 不行 现在这个年龄已经往上增长到36岁 这是自1981年 全国房地产经济人协会开始追踪这个数据以来 是最年长的一次 而平均中间的年龄是29岁 在1981到96年之间出生的人被称为最不幸的一代 他们加入职场以来 经历了所有年龄段中最缓慢的经济增长 而与此同时他们还得承受高额的学生贷款 还有昂贵的子女 他们养孩子要钱的 包括了托儿 包括了雇人 包括了上学和生活的花费 所以不断上升的房贷利率和持续往上涨的房价 都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购买力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天后方面 在美国的东岸地区 现在多地都受到了一道广泛的雷暴的笼罩 由阿拉巴马到东北部地区 多个州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面对这个威胁 而另外全国全美国大部分地区 尤其是在我们南部仍然还是热浪侵袭 南部的许多的城市 在周末高温都达到104 105度 而在西岸其实在接下来几天 也都会出现高温 所以这种超级高温危险高温 目前还会继续的持续 最起码在我们德州 在这里的话 持续到下个礼拜 都是在101 102度以上的高温 没有下雨的机会 所以朋友们都要谨慎应应 那么在夏威夷方面 则是碰到了百年来最惨烈的野火 在夏威夷的猫一岛 它的野火死亡人数又在进一步的增加 已经在九字头以上 成为夏威夷史上 人命损失最惨重的灾难 也是全美国100年来 夺去最多人性命的火灾 而夏威夷的州长 Green则说 随着搜救人员的搜寻 会要找到更多的遗体 死亡数字还会增加 在受伤的人数 可能会突破1000人 当局现在预料要重建 这个受灾区的成本 是高达55亿美金 最后我们新闻看到Delta Airlines 这是达美航空宣布 已经与提出集体诉讼的乘客 达成了和解的协议 达美将会向部分的乘客 退回机票款项 赔偿新冠疫情的初期大量航班停飞 乘客却没有办法取消行程 所蒙受的损失 这次的和解协议 只适用于2020年3月1号 到2021年4月30号起接 因为疫情而导致航班取消的旅客 而且当事人向公司申请退款后 只收到可以换领机票的旅游积分 相关积分又在今年1月13号之前 没有使用 那么消费者需要符合上述两个条件 才可以领取退款 在现在达美航空呢 在疫情传入美国之后 因为最初几个月防空措施的关系 不光是达美 很多的航班都没有办法正常起飞 但是达美则是拒绝向消费者退还现金 才引起了这一次的集体诉讼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今天我们的五间新闻 达美剑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边的节目 同志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